作者 老谭近段以来 网易制裁的把戏 大有搞乱世界独霸全球之势 在如此情势之下 特朗普还不满足 而今又对美国国内的难民挽起了动作 据《环球时报》4月16日报道称 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将枪口对准了一个东盟国家 越南 要清理这些来自越南的低端卖来人口 特朗普上台以来 极力鼓吹美国利益优先的原则 除通过发动军事行动 大搞军火交易 谋取美国利益之外 贸易逆差等问题也是他的借口 甚至像日本 韩国等美国的盟友国都 南逃特朗普的黑手 不得不在利益问题上妥协 同时 特朗普还以不能给美国创造任何直接价值为由 对那些为了逃避战乱和政治迫害 来到美国这个自由灯塔 寻求新生活的外国难民进行驱逐 其中就包括前南越地区逃到美国避难的越南人 2008年 美国和越南针对这些前南越的非法移民签订协议 以1995年7月12日美 越两国重新建交为界 之前的无条件留在美国 之后的越南领回来 对于这样一个协议 现阶段被特朗普直接撕毁拒不承认 2017年还要求美国驻越南前大使特德奥修斯 泰奥西日向越南政府施加压力 当特德奥修斯提出反对意见时 被特朗普要求闭嘴 导致该明白交官愤而辞职 近年来美国对越南可谓是又打又拉 时不时还给越南一点甜头 去年5月 美国已帮助建立两国间的安全合作为名 向越南海岸境委队转交了6艘巡逻铁 去年5月29日至31日 越南总理软春福访美期间 越美双方签署了内容涵盖能源 民航 贸易投资 通信服务 医疗器械等协议金额 超过80亿美元的19项经贸合作协议 今年3月 美军航母卡尔文森号 更是越战结束以来 首次访问了越南县港 一副强化两国之间军事防务合作的态势 美国对越南这种态度 说明美国是在对越南加以利用 谁都明白 美国一而三再而四的向越南示好 又是给巡逻艇 又是给项目 还开着航空母舰 邀请越南高官登舰 完全是相装母舰意在配工 其目的是利用越南来在南海来搞事 以应对中国在南海上的作为 甚至包括拉拢越南与越南形成军事合作关系 进一步强化美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和威慑 达到美国称霸全球的目的 说到底 美国对越南在骨子里存在着严重的歧视 并不把越南人当成一回事 而今特朗普将越南人称为低端外来人口 并强烈要求遣返 就是证明 可见 无论美国和越南在防务上如何合作 美国始终强调的是美国的利益 越南不过是美国手中一颗随时都可抛弃的旗子而已 到了关键问题上 美国完全可以制越南利益 与 不顾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 估计 在接下来的遣返中 越南方面只能接受这股来自美国的反对派力量了